星島總編輯 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會時事 國際大局 現場電話發表意見 650-808-8000 好 到星期四 早上九點數分的時間 繼續是總編輯時間 當然有我們星島撥尾西班的社長和總編輯梁建峰先生 梁祥早晨 主持早晨 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好 梁總 今個星期有很多大事發生 國際大事非常多 不如我們首先關心的就是北韓領袖金正恩 他很快 四十多天 一個月多一點 再一次去到中國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 今次在大連 其實為何會有這麼急速的見面 因為美朝峰會準備開始 剛剛見完 雲醉人之後 你怎樣看今次的會面 梁總 是 今次都很特別 也都可能很多人猜不到的 因為上一次 震撼式的可以這麼說 金正恩訪問中國 而且還是很神秘 事後回到去了 然後才公佈 當時就說 邀請習近平去平壤訪問 習近平答應了 所以大家在等著 下一次重大的外交的接觸 可能說說朝鮮和中國 可能就是習近平到訪朝鮮 之前在金正恩來過北京之後 中國的外交部部長王毅也去過平壤 也都見過金正恩 原來大家都猜不到 就這樣見完之後沒多久 下隔兩個禮拜 今天自己又來了 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 今次的訪問是由朝鮮提出的 即是說不是習近平邀請他來的 而是他自己說要來的 而今次的安排還有些特別 大家留意一下現在的元首外交的細節 你說坐在那裡 元叔叔這樣的峰會 這是一個形式 或者在官署那裡 白宮 有北京或者人民大會堂 或者在哪裡接見 這些就是很官式的那種規格 但是另外現在流行有一種 就是好像要特別顯示 兩個元首的那種私人交往 那種的友誼 即是從一個個人的友誼 也彰顯了兩個之間的邦交的情緣 所以有些一個私人式的活動 就是 pronome神出場 語言就輕打了哥爾夫球 一起去吃吃吃合oo 散步 就解 Jon en 如是 好啦 現在又散步了 今次金正恩來到大連訪問 習近平安排下鮮明消息 公佈了片段iau新聞上 替他坐著花園剝 factors to take a breath 然後就走海元 走海一旁,兩個散步,大家在這裏說話很特別 其實這次為什麼金正一日要來呢? 而且用一種形式顯示更深一層 上一次可以說是第一次接觸,所以是很官式的,也很隆重 但這次要顯示兩國元首的交往更深層次 而且是相當友好的 即是有些朋友之間的聚會 對,就要給你一種大家一種的感覺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做呢? 很多人都猜猜,一般的聯想都是這樣 現在金正恩快要見特朗普了,這是大事 不是可能接仇比金正恩去中國更加重要 為什麼呢?朝鮮和中國過去可能有某些矛盾都好 但始終都是盟友來的 中國人在朝鮮其實流過不少的血 不單止是講朝鮮戰爭 其實朝鮮和整個叫做韓國 朝鮮和中國的關係歷史上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不再說了 歷代以來過千年了 朝鮮和中國的密切關係 好了,但是和美國不一樣 美國是敵人來的 曾經打死的 而且美國是想摧毀整個朝鮮政權 要忘我國的,一個這樣的敵人 現在說要我們坐下來的時候 金正恩當然是他很大的一種盤算 所以才講出這個要求 其實過去呢,你看 過去朝鮮的領埃,即是他的伯父 都多次說過 要和美國談的話,我們就要直接談 有提過,但美國就當你是傻的 你有什麼資格和我談? 因為談一定要在框架裡面 有多少方,多少什麼 或者切了前提才談 不理會你的 開頭的時候,金正恩也說過這些 都沒有人理會 沒有人理會 只不過是朝鮮一種擺姿態 美國怎麼會幫你談? 好,但這次有了實力底下 有了底氣,有了恨武器 也都是因為中美關係的大環境 大環境的支撐 所以他可以坐下來和美國談 遇上這個總統呢 特朗普也都跟過去總統的思維不一樣 見不見,真是見 但在這次會面裡面 應該怎樣跟特朗普過招呢? 怎樣能夠拿到朝鮮自己最想要的東西 但又不損顏面 所以很明顯這次金正恩再到中國 就是要為他見特朗普之前所做的準備 再一次要告訴美國人 我背後有一個很大的靠山 因為沒有這個靠山 整個朝鮮的局勢 有些人就說 中國沒有了影響力了 你看看他們 金正恩也管不了 曾經好像是這樣的 還不是很長的時間 就是一兩年前的事 大家都會覺得失去了對我的控制 其實你這樣可以說 你說朝鮮自己金正恩的政權變得更加獨立 這個是事實 但你說中國的影響不一定是說 我直接可以打電話給金正恩 說弟弟你要怎樣做 不是說這種直接的控制 而是說整個朝鮮本的局勢 跟中美關係是沒有辦法分得開的 因為今天美國為什麼要繼續在朝鮮那裡駐軍呢? 當年為什麼會有這個朝鮮戰爭呢? 就是這個韓戰的發生呢? 跟今後美國要繼續壓制中國的發展的時候 朝鮮本對美國來說是極其重要的 但是從朝鮮來說 美國所有的動作要看哪一個面色呢? 他們懼怕的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跟中國 所以說朝鮮本會不會有戰爭 並不是說南北韓兩個國家他們自己的議員 最重要看的還是中美的議員在那裡 所以這次呢 今天就要用到盡這張中國牌了 在建議之前 我們再一次來跟中國 讓你看到我們更密切的關係在那裡 所以要更突顯 你今天不要想要你單方面可以壓制到我 第二呢 我想他想做一件事就是 也都擺出一個就是我自己都不弱的 因為特朗普說了幾天 我來談就一定要拿到東西走的 拿不到東西走呢 談到半老我都起床走人的了 這樣就是擺出了一個這麼高在常的姿態 但是這一輪呢就就快見面了 月底或者月初了 那麼 朝鮮方面就開始動作了 譬如發表一些的評論 就開始批評美國了 美國你不要曲解了朝鮮 今次和南韓的會談 或者朝鮮所釋放出來的善意 你不要覺得我們很欺負的 第二呢 今天早上看到的就是 朝鮮也都對日本 有很嚴厲的批評在那裡 對安倍晉三也都有很 可以說是刻薄的這些言辭的批評 總而在談判之前大家都要拿盡籌碼 要告訴大家對方聽 我也是很硬正的 我看這一次就是特朗普見金正恩 可能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 開始就會覺得金正恩 為了要得到和美國的和解 可能很多很多的讓步 現在看來可能這個讓步 都是會經過計算的 讓步必定會有 要不然他怎樣謀求經濟發展 一定會有一些讓步 但讓步裡面 現在看出來就是 今次已經說出來 我的底線是很硬的